麻煩主席請主委被選 好 請謝主委 那位妳早 主委早 首先我要講 因為像 您也知道我的選區就在東北角 那其實我的選區基本上可以說是最接近核能核電廠的選區 那包含林靜有 已經處一但是有核廢料放置問題的核一廠 那我自己的選區還有面臨處一的核二廠 還有過去一直紛紛擾擾 然後目前是封存的核四廠 那我想 其實在我平常在地方走跳的那個期間 我感受得到是 我們當地人真的都非常關心核能核電廠的問題 所以我想以下有幾個問題 我想要向您請教指教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 上個月核二廠一號機進行大修 結果發生了一件事是什麼事情 大修的第一天 警報鈴就大響警報大響 結果那個時候很多人在關心這件事情 台天卻跑出來說這個警報鈴大響是大修程序的正常環節 那主委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這樣子的說法你能接受嗎 你們這裡有沒有進一步的去檢查看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基本上是應該不必要會產生這個問題 應該是沒有 Suppose應該是不會有 但是它畢竟是發生的 所以說我們當然有去 我們除了我們渡場視察員 和核管的渡場視察員當場在的 另外呢我們服防了 因為它既然如果有 有這個Alert 基本上是這樣子 河南電廠基本上的這個整個一個系統啊 基本上就跟我們這一次這個疫情的是一樣 第一個是Watch 第二個是Alert 再來是Alarm 最重要是Walling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目前到哪一個層級 到Alert Alert的狀況之下 我們基本上我們派 我們服防處就有去 去了以後我們當然要去看看有沒有 到時有沒有這個輻射物質外泄 那基本上我們發現都還在正常值之內 但是我們要去釐清這個事情 那初步我們所了解的 那就是它在轉換這個整個一個Mood 就換句話說原先是Operational Mood 它現在轉換到什麼 轉換到Maintenance Mood 在這種情況之下說 那個之間轉換的時候呢 基本上的 那個設備啊 基本上它會有 那在這種情形下呢 它的 它不夠謹慎 調動的不夠 調 就是講白點 這個WARF 調動的不夠謹慎 所造成的因素 現在這個初步 初步是這個樣子 我們會 我們已經要求台灣電郵局局 給我們一個詳細的報告 那這一點呢 等將來深圳的報告出來以後 包含我剛才今天所講 我一併的 所以目前就是說 你們有跟台電去表達說 你們可以介紹這件事情 大家就把它弄出爆了 是的是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個時候您 我記得原能會那邊有表示 就是說在 基礎大修的期間啊 核二廠的人員 進出非常的頻繁 那其實 主委也知道說 目前 目前在防疫期間 那防疫對於台灣來說 真的是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 尤其是說像核電廠這種 非常 重大的設備 那 我想問的是說 因為你 你那個時候出來說 有提說要加強防疫的措施 但是事實上我看到的是好像 具體上原能會這邊並沒有出來 特別去講說 到底是怎麼個加強法 我想 我想核能是你們的專長 但是防疫應該不是你們的專長 你們有跟防疫小組這邊去做聯絡 去做聯繫嗎 我們有做相關的聯繫 但是我們沒有那麼直接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 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每一天他都有做記者會 那麼他相關的東西呢 基本上呢 我們都掌握他的訊息 跟他的指示 我們依照那個東西 同時呢 我們依據過去SARS的經驗 所以說呢 我們做了一些相關的一些 加強防護措施 那在這邊 我們要求他們 進出他們相關的辦法 這個我相信 詳細的部分呢 我這邊我就請我們何管處 張處長 我這邊做一個補充說明 確實防疫的第一線 其實是 這個電廠跟這個經濟部 他們要針對電廠的防疫要做 因為他們是營運單位 那我們是就安全的部分來檢視 所以他們在安全的部分 他們一定要維持相當的人力 那他們如何去建立這個 應變的組織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要求他建立 而且針對這個 這個人力上 他如何確保他的運轉人力 跟關鍵人力不受影響 那這部分他們也去做一個清點 那我們也做滾動式的檢查 從此我們也到電廠去視察 他們落實執行的情形 那目前為止 並沒有發生這個 任何確診的問題 對所以其實這樣子聽起來 我剛才聽兩位的回答 我會覺得說 事實上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你們跟檢疫中心那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聯繫的平台 聽起來是這樣子啊 因為你們沒有跟防疫中心那邊直接做聯繫嗎 因為聽起來好像就是說 他們有給了一個指示 然後你們遵照指示 可是我剛有講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 河安 河安基本上也是國安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防疫期間 它算是一個比較重大的事項 為什麼你們會沒有直接聯繫 這個我有點 不太能接受這樣子的回答 那我想是不是有可能在一個禮拜內 來跟我 就是也去跟他們那邊要求 那同時也來跟我們辦公室報告清楚這件事情 這邊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補充說明 因為其實這個防疫中心的話 它是面對全國 其實各個重要設施 其實就要針對它自己的部分要把它做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除了我們 其實經濟部也是這個台電公司 它的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這是各部會都要去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至於如果有任何需要通報中心的話 依照現在的規定 都有通報的機制 那屆時 如果有任何需要回報到那個中心的部分 台電公司也必須依照規定來回報 所以這個機制都是在的 那我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 目前 我想問的是說 目前有沒有傳出說各個核電廠的員工 有沒有居家隔離檢疫的案例 因為昨天呢 我在經濟部搭訓的時候才說 就是我有提到說 科學園區基本上是台灣的經濟命脈 它事實上它一年的產值 就大概占了台灣的總產值的一成五 那我剛剛也再一次的強調就是說 我覺得核安 核能的安全則是我們國家的國安命脈 那這個部分我想請問說 事實上 你們的核電廠裡面的員工 到底有沒有目前有要 居家隔離有檢疫的案例 目前沒有 然後一切都在你們掌控之中嗎 因為事實上 台電公司我們已經請他每天要回報 有因為他們都有做溫度的量測 所以如果有任何發燒的話 基本上他們現在做法就是請他回家 然後去看醫生 拿到醫生的確認 是不是有相關的這個疫情 那目前為止 並沒有任何的這個確診的情形 好那我覺得我也要給 一樣因為其實一樣的意見 我昨天也有去給科技部那邊 2018年底12月的時候提送到圓能會這邊嘛 然後你們目前的回報是說 已經進入了實質審查的程序 然後另外呢 他的環評和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也在環保署裡面審查 這目前進度都是這樣沒錯嘛 那我想問的是說 事實上核二廠到底有沒有可能如期完成除疫 因為如果說根據法規 如果機主要展延的話 那台電一定是要在這個 這個事情發生的5年前先提出計畫 那看起來台電目前是沒有提出計畫的狀況 所以我想要確認的是說 我們就不會再演繹了 基本上應該是按照目前的法規的話 基本上他們沒有辦法再提出演繹的申請 所以就確定了 這件事情就是已經 抵定了 是的 然後還有我想問的就是說 因為剛才張廖萬全委員也有提到監察院的事情 那我想問的是另一件事情 就是說去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核四廠被監察院糾正說 移用設備 那發生的是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說 那個時候就是 核一廠在測試的期間呢 發生設備 組件故障 然後卻缺乏備品的狀況 然後後來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居然是用二號機的東西去 移用至一號機來維持機組的運轉 但我覺得當那時候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台灣電力公司試著想要讓他運轉 他發現他的相關的零組件 基本上有一些損壞或是幹什麼 他當然可以利用他手邊的備品 可是很不幸的 他手邊如果沒有備品 當然可以拿著 重點是他沒有在運轉 所以基本上 這個相關的管制工作呢 基本上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做 但是這個是 就是在目前我們管制的行為之下 他是可以允許的 換句話說 但是對不對 不對的 原因是為什麼 如果他將來要 他將來要申請重啟 要把它啟動 那坦白講 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就會針對這一條 我們就會去看 所以他看起來就是你們這邊在盤點零件的時候 這個螺絲鬆掉了嗎 不是不是 因為他沒有提出他要運轉 因為他根本就還沒有打核四的一號機跟二號機 我們不談二號機 因為二號機根本就還沒有接近完成 那核四的一號機是接近完成 那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當然他有一些零件他會損壞 那原廠他又找不到 那他非要用這個備品 如果要用這種備品來取自己這個東西 他能夠做 如果他申請要啟動要運轉 我們會去管制他 這個時候我們會去管制他 這個時候我們會去盤點他 而不是現階段要去盤點這件事情 但是監察委員他找出這個問題 那當然這個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 所謂不正確的就是他不對 可是呢站在目前管制的立場 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要申請他運轉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去查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好不好 因為主委自己也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那是不是你們內部也可以去檢討說 這個流程到底要怎麼去改善 然後到時候再提出報告 一個月內可以嗎 這個我們倒是可以做的 一個月內可以嗎 可以 好那就再麻煩你們了 謝謝 謝謝 好謝謝大委員 謝謝 好接下來請林立晋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